还随意聊聊的朋友们 我是Linda 谢谢你们支持 我会继续做好影片 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可以发问我 我会尽快回答 世界血友病日 World Haemophilia Day 定于每年的4月17日 缘起 为了纪念世界血友病联盟发起人 加拿大籍的法兰克舒纳波先生 Mr.Frank Schnabel 对于血友病患的贡献 以及唤起大众对于血友病的正确认知 自1989年起 特别定定他的生日作为世界血友病日 每年到了这天 世界血友病联盟都会举办活动 同时世界各地血友病患者 也共相胜举 活动内容 世界血友病联盟 每年都会提出一个活动的重点 请世界各地的病友们 一起来进行活动 2005年的活动主题为 让大家用疫苗注射 来预防A型肝炎与B型肝炎 今天是世界血友病日 大家多点友善跟认识 世界更美好 我们明天见Linda 感谢观看